你知道台湾过去十年来 年平均雨量最多的地方在哪里吗 很多人的第一直觉 认为可能是在基隆 或者是宜兰苏澳 没有想到结果出乎意料 这是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其实雨量之王 是由新北市万里的 大平地区所拿下 年平均雨量高达6533毫米 至于由雨都支撑的基隆 才只排在第五名 而气象局也解释了 由于大平地区位在半山腰 海上来的水汽被抬升 因此更容易下雨 雨刷刷个不停 只见眼前一片雾蒙蒙 上山途中大雨狂炸 住在新北万里的居民 已经相当熟悉这湿冷天气 就是一上海之后 就会感觉到地上湿的之外还下雨 每天都是这样的天气 可是也习惯了啦 以前很多人 我们才踩都走不走 就近全台过去十年 雨量冠军在哪里 气象局列出五大地点 让网友猜猜看 结果却出乎意料 大平地区年平均雨量 高达六千五百三十三毫米 远胜第二名的苏澳 足足相差两千毫米 南部的尾寮山和阿里山 分别是三千八百多毫米 步相上下 最令人压抑的是 由雨渡支撑的基隆 不但垫底 年雨量只有三千五百六十五毫米 还差前四名一大截 在那边三区反而就很会下雨 今年雨变少了 是在东北季风的迎风面 他刚好是位在整个阳明山 算是阳明山或是大臣山的半山腰 气象局解释 万里大平地区位处半山腰 海上来的水汽被台声 更容易成云化雨 因此打败位在平地的苏澳和基隆 气象局也补充 相照于持续型的东北季风 迎风面降雨 中南部山区属于冲刺行 雨是相对集中在夏秋两季 台风或西南气流影响时 所以平均下来 还是东北季风略胜一筹 雨都换人当 关键就在地形和季风差异 接下来是恒星北市报导